嗨各位觀眾朋友,我是阿刺 歡迎回來我們的Minecraft都市傳說系列 那上一次呢,我們驗證了MTT303的都市傳說 然後呢,是有關於HeroBride的 那結果是怎麼樣呢? 所以還沒觀看的朋友們可以點擊右下方的資訊卡觀看喔 那今天呢,我們也是要來驗證有關HeroBride的都市傳說 那就是 那這都市傳說已經流傳很久了 所以Minecraft的老手們應該也知道吧 那NOW呢,據說是扮演HeroBride的角色 所以NOW呢,也等於HeroBride 它就是兩個角色調換這樣子 那我們要怎麼驗證這個都市傳說呢? 對了,我們就是在種子馬裡打 666 因為據說,進入666的種子馬地圖會遇到HeroBride 然後NOW呢,也是HeroBride的角色 所以呢,我們就使用這個驗證方法吧 然後看看在世界裡會遇到NOW嗎? 還是會遇到HeroBride? OK,那我們開始驗證吧,Let's go! OK,首先我們先創建新的世界 然後世界名我們就打NOW了吧 然後生存 然後種子馬我們打666 然後創建新的世界 OK,打666的種子馬我們就來到了這裡 欸?有沙漠耶! 之前呢,我們也是有挑戰過那個666種子馬地圖 但是那個已經一年前的事了 然後很確定的就是 進入666種子馬地圖呢 一定會看到沙漠 上一次呢,我們也是有看到沙漠耶 然後這一次,也是有沙漠 說到NOW呢,我們先來講下NOW的由來 其實NOW呢,有分很多種 有分女的NOW,叫做Anti-NOW 然後那個Anti-NOW呢,是白色的 還有分什麼 Corruptor NOW, Green NOW, Female NOW, Ender NOW 等等的 其實這些呢,我不太確定 我覺得應該是假的 因為,不可能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角色吧 我覺得應該是惡整 然後呢,我在網上看到這篇文章 我們都聽說過有關HeroBride傳說的故事 你知道嗎? 聽說這個靈魂在你認為安全的單人遊戲 世界中,漫牛病跟蹤你 所以NOW呢,會跟蹤我 現在我知道你可能在想什麼 嘿,HeroBride不是真的 NOW說的是假的 永遠都是 但是,如果我告訴你HeroBride是真實的 但是,不是人們可能會想到的 所以呢,就看你們的任性了 那我對這件事呢,是半信半疑 所以呢,也不太確定 那NOW的皮膚呢,完全是黑色的 他的故事表明他是MC的真正敵人 而HeroBride的行動就在你的守護之中 所以NOW呢,比HeroBride更恐怖 然後NOW呢,也有效能耶 他的效能呢,就是隱形和心理感應 還有重點是,他會攻擊世界中的玩家 超恐怖的 而且他會隱形耶 所以蠻難發現到他了 OK,說了那麼多,我們就來生存吧 OK,我們先砍樹 OK,好了,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工作台 然後呢,我們來做一把木稿 再做一個木劍 OK,好了 那我們先來捕獵吧 哪裡有動物呢? 咦? 我突然發現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來尋找沙漠遺跡吧 然後Markov呢,好像有更新地形了 就是峽谷 沒錯,峽谷 就是這裡 哇塞,好長的峽谷啊 咦?底下,那裡有煤炭 OK,我們先挖一些煤炭吧 OK,好了 然後呢,天色快暗了 慘了慘了慘了 OK,我們先殺一些綿羊 OK,我們趕快坐床 我們趕快坐床 等一下,有一隻蜘蛛 有一隻蜘蛛 OK,我們先坐床 睡覺先 哇,太危險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尋找那個沙漠遺跡吧 咦?底下,這裡有牛 我們先殺一些牛吧 咦?底下 我們發現到了沙漠村莊耶 哇塞,這裡有沙漠村莊 而且這裡超多綿羊了 哇,太好了,太好了 然後呢,我們來看看有沒有箱子 全部都收完了 好吧,應該是沒有箱子 那今晚呢,我們就可以住在這裡了 那我們先尋找我們的沙漠遺跡吧 沙漠遺跡,你在哪裡 咦?底下 我好像發現到了一個廢棄的船耶 我在糾結車要不要下去耶 我怕下去的時候因為缺乏氧氣而死掉 我們還是先尋找我們的沙漠遺跡吧 這麼大的沙漠應該會有沙漠遺跡吧 為什麼我都沒有發現到啊 咦?底下 底下這個是什麼地形? 哇,底下有沒有發現到了這個 咦?底下這個是什麼地形了?我忘記了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你們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哇,我還第一次發現耶 這個好像是新更新的 哇塞,有箱子 哇,有金銅灰 哇,還有一些麥 還有一些煤炭 哇,太酷了吧,這個 而且上面那裡還有耶 然後這裡呢,有一個古力帕的臉 然後上面這裡,又一個箱子 哇,也是有煤炭 咦?底下,有釣魚乾耶 咦?往上了往上了 OK,找上了 然後呢,我們還是沒有發現到那個沙漠遺跡 我剛剛呢,走完了整片沙漠 都沒有看到 我覺得這片沙漠應該沒有沙漠遺跡吧 那我們現在來挖礦吧 OK,咦? 這裡有一個洞 我們進去看看吧 咦?這裡可以挖礦喔 OK,我們就在這裡挖礦吧 然後這裡也是有另外一個通道 哇,好像看到有東西了 哇,超像是 哇! 哇,底下底下 有骷弓,有骷弓 哇,好險好險 OK,我們先挖一些石頭 然後做一個石稿 OK,有了 然後呢,我們再做一些火把 然後再挖一些石頭 做一個熔爐 然後再挖一些石頭 做一個熔爐 然後呢,只有鐵 挖一些鐵 嗚,等一下,故宮 哇,等一下,等一下,不要不要不要 嗚 哇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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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OK,我們回到來了 然後呢,我的東西呢 據說上一次我們拍那個 NTT303呢 就是我的東西不見了 然後我看這次會嗎 嗚,不會不會 喔,我知道了 可能上一個問題呢 好像是太久沒拿了 會不見嗎 我不知道耶 觀眾給了很多的答案 可是我不知道哪一個是真的 OK,我們來做一個熔爐 然後呢,我們來燒鐵 那我們先等我們的鐵燒好吧 我們再闖入那個很多怪的那個地方 OK,我們又回到來了 那個該死的蜘蛛 突然在我後面冒出耶 喔,蜘蛛在上面 哇,兩隻故宮耶 OK,好了 剩下那個蜘蛛 哇,好險好險 這裡又有鼓勵怕 來爆啊 來爆啊 來啊 來啊 哎呀 等一下,火要掉下去了 這裡有水 好吧,掉下去吧 勇敢一點 掉下去 所以總結來說呢 我覺得那個鬧是假的 而且 我們也沒有發現到 然後呢,我們拍了那麼多 Minecraft都是傳說的 這些也沒有遇到那些什麼東西 所以呢,我覺得那些是 外國的一些惡搞吧 他們的惡搞呢 就是 其實他們有爽人 就是有一個 就負責當那個鬼之類的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吧 那大家還有什麼 都市傳說 想要我在Minecraft裡驗證呢 你們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後呢,我就會常順看看 可能我們拍到幾集 會遇到那些角色呢 也不知道 那我們就盡其期待吧 OK,那我們這一集的影片 就能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 今天可以炸台和發展進去 還沒掉的朋友們 不要在下方點下 訂閱的朋友們 不要在旁邊的小鈴鐺 叫我買方 給訂閱的東西 讓粉絲的聲音 跟連結 在節目中可以關注喔 OK,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